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是否渴望生命有所改变 但也害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 让今天八月十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死亡和契机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十二章 第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以利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以利 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利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 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 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谁若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的生命最终 都会走向死亡 但是 热常生活中 我们都会避而不谈这件事 因为我们都怕死 但是 近年来 全球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 导致很多人死亡 真正让人体悟到 人命只在呼吸之间的现实 人既然免不了一死 与其用各种方式试图躲避他 不如让我们反省 死亡到底哪一方面 让我们这么害怕 而让我们能够妥善准备心理 面对他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的话 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线索 一粒麦字 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提到 结子粒 也就是结果实的意思 也许 当我们走到生命的终结 却发现自己的生命 没有结出有意义的果实 也没有时间做任何弥补 这个理解才是最可怕的现实 但是 有多少人在世时 没有积极活着 因为太害怕丧失 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 害怕失去原有的成就 害怕改变熟悉的习惯 害怕面对新鲜的挑战 不敢做出大胆的抉择 担心这一切改变 会是一个错误 会失败 如果我们心中隐约 对目前的生活 感到不满 却不愿意做出改变 每天畏畏缩缩 却不敢冒险去爱 去生活 去尝试 去挑战 那么 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一粒 不落在地里的麦子 不会有新的转机 然而 如果我们愿意开放自己 被改变 愿意面对失败和错误的可能 耶稣就能让我们的生命 有新的转机 新的体悟 新的意义 请品尝圣言 默想耶稣说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背后的逻辑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今天 你愿意做出什么冒险 发现生命新的契机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我渴望过更丰富 更有意义的生命 请教我勇敢做出改变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敢于冒险 做出改变 而获得新生命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